风味人间甄选啤酒 本节目由匠心营造啤酒赞助播出 这么大个雨你别站外面 在里面等我就行了 快去 我要吃豆汁 交圈 然后来碗面茶 你们老北人会怎么吃 你教我 来 看啊 吸得起来吗 吸得起来 这样 它为什么要把它淋得这么匀啊 就是为了那种 这其实是一种很实用的道理 就这样的话 贴着碗边的它凉了 它要的就是每一口有粮食味 有蒸的酱味 然后那个姜味是要后边起来的 对 在米的面里面 对 所以我们就要讲究 这也有前中后调的 嗯 嗯 好嘞 它前中后调 我觉得我现在吃起来应该非常难看 怎么样 喜不喜欢 吃好的 但是如果说是现在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的话 我是不会带大家去尹山的 我会带大家去另一个地方 那什么地儿 我带你去就知道了 哇 精细啊 哇 这位子真好 19年年底 当时我是来这采访了一圈 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会知道 哦 原来以前宫廷点心长什么样 就长今天这样 哦 嘿嘿 今天你先去这一排 再去这一排 再去这一排 可以又听到重 明白 吃手姿是 讲究 这一系列原来都实实是一种身份尊贵的象征 嗯 过年过节 有喜庆的事 然后你就要买 叫啵啵桌 嗯 你要买一个桌 嗯 这个高堆叠的越大 嗯 堆叠的层越多 就是你家就越有钱 你就先吃 喝叶子吧 你渴了自己喝水 那你吃一下这个 果子干啊 嗯 这个你熟悉 就我熟悉 但是我真的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有在北京吃过这个 我觉得断带的时间挺长的吧 就很让人家没有人做是吧 对 对 很像这地儿是确实是带朋友来挺好的 我们要不散个步消个事 行 我跟着你走啊 我今天晚上请了两个朋友 我带他们去吃老北京 讲究的正餐 那我我见识见识 那托尼哥你先担待一下哈 这一桌菜呢 通常情况呀 都是我请代理朋友来北京的时候 会会点的啊 所以你看 行 所以能吃了吗 吃吃吃吃 慢点 太烫了 它虽然烫 但是它真好吃 烤鸭得趁热吃哈 我给你吃换一种吃吧 这是峰会人间的吃法 蘸白糖吃 白糖可以增加油脂的香气 是不是不一样啊 对吧 来 好菜怎么能不配好酒呢 来我们举个杯 我好像听说烤鸭有一个明炉 还有一个焖炉 对 你知道南京 金陵烤鸭 我的老家 跟你的焖炉烤鸭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所以能这么说吗 焖炉烤鸭 是从南京 过去的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北京烤鸭 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 是甜鸭的这个货手 就育肥嘛 跟那个鹅 鹅干有点好相似是吧 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一服 我们那儿喜欢做老鸭汤 那叫翻鸭 翻鸭 脸是红色的 不育肥也跟甜鸭那么大 很重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只吃个 擦入不掉里面的花心里面 因为东北不吃鸭子 对 真的是 这家餐厅 它家的装潢 就是很有东方美学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窗鸭 跟我们这款风味人间真选啤酒 酱心营造啤酒的瓶声非常相似 这款酒的平体雕花设计 遵循了中国传统美学 复刻了窗鸭的步步景样式 还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步步高深 来 借助今天这个难得的团聚时刻 我们来准备一下 我看你刚刚都没怎么动筷子 吃了不行了 看不起我 不是 我带你看我们家门口 看这小店 这点点 他们其实就特别像 像小时候家里 小时候你们会在家里吃顺羊肉吗 小时候只在家里吃顺羊肉 你这跟我采访的可不一样 你这家庭条件可不错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 今天晚上你是带我吃了一个你家的味道 差不多 我概念里羊肉要分大三叉 小三叉 黄瓜条 在家庭式的那一块 它一定不会分的那么细 你看他们家羊肉 是不分不为的 有什么吃什么 羊肉其实要吃的是鲜的 我现在会感觉到我带着我自己的偏见 这种偏见就是不够讲究 我甚至还不断的跟别人说 北京是你现在能发现的宫廷文化 还能现存的那种状态 你看到的那只是北京的一面 北京现在是一个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 你要是人人都是那样的话 这个城市它也运转不了 它一定要承载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它辜负的地 是 什么人都能在这找到他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就说 我身为一个在北京生活40年代 我就是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已经够包容它了 真的 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被接受 北京是一座存在于每个人脑海之中很熟悉的城市 它是京师 是帝都 但它也是普通百姓生活的三餐茶饭 人们抱着期待来到这里 而北京也折叠出最让它舒适的样子 当牛肉温润的质地 遇上匠心营造醇厚的口感 温润被醇厚裹挟 鲜嫩与清爽舞蹈 人世间的美好都牢牢所住在唇齿之间 极致风味 匠心所得 匠心营造 风味人间 珍选啤酒